天高海阔 张修杰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今天我们还是来跟大家聊聊俄乌这场战争 因为最近有关这场战争的变化 有很多新闻 有很多信息 那么从目前状况来看 好像舆论都集中报道说 乌克兰东部将会有一场大战 那么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 克里姆林宫的新闻发言人 以及俄国的外长拉夫罗夫 对于俄乌战争的走向 有他们的呼吁跟他们不同的看法 那么到底这场战争会如何发展下去 克里姆林宫在战争发展到现阶段 他们到底想要什么呢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聊这场战争未来的发展 我们首先说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叫佩斯科夫 佩斯科夫应该说算是普京的亲信 他的讲话往往都是代表克里姆林宫的某一些想法 那么佩斯科夫最近说什么呢 他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的军事行动 将会在可见的未来结束了 这句话就很耐人寻味了 我们知道这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在克里姆林宫方面把它描述成一个对乌克兰特殊的军事行动 因为他们的理由呢 是乌东地区的俄罗斯族的民众受到了一些新纳粹主义分子的迫害 所以为了要解放这些俄罗斯裔的民众呢 俄罗斯必须要打击乌克兰的所谓新纳粹主义 那么后来呢发展到认为这个泽连斯基政府就是一个新纳粹主义政府 要推翻这个政府 要在乌克兰建立一个跟俄罗斯友好的国家 要让乌克兰变成一个中立国家 所以要进行这个所谓的特殊的军事行动 这个特殊的军事行动目标只是在乌东吗 我们刚讲了有两个目标 一个是要解放乌东俄语地区的一些俄罗斯族的民众 再有呢就是推翻所谓的新纳粹主义的泽连斯基政府 这两个理由在国际上有没有得到认可呢 我想大家战争打到现在大家应该很清楚了 除了在中国大陆的一些社交媒体或者官媒对这种说法是认可的 以及一些来自中国大陆生活地区的民众对这个说法是认可之外 世界主流的声音都对这个所谓的理由没有任何赞同的声音 所以现在俄罗斯这场俄乌战争打下去 让自己在外交上陷入了孤立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克里姆利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说要在可见的未来结束这场战争 这说明啊俄罗斯对这个军事目标已经有所这个修改了 我想佩斯科夫这番说法就是既然我们打不下乌克兰 那我们就降低一下我们的军事目标 我们只要把乌东给占领了就可以了 那么除了这个佩斯科夫现在的这个发言开始态度软化之外 俄罗斯政府另外一位重要的人物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最近对外的讲话也明显的软化 拉夫罗夫讲话软化有两个指标 一个指标是什么呢 前几天不是联合国大会投票把这个俄罗斯赶出了人权理事会吗 后来俄罗斯说不用你们赶我自己退出人权理事会 所以联合国大会投票是暂停俄罗斯在人权理事会的资格 就是他们既不能发言也不能投票 但是俄罗斯政府方面自己现在主动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就是任何联合国理事会未来的活动 俄罗斯都不会参加了 那么这除了在外交上要挽回面子之外呢 俄罗斯政府之前还讲过说 在联合国大会针对这个议题的投票啊 表明了谁是俄罗斯的朋友 谁是俄罗斯的敌人 当时拉夫罗夫说什么呢 他说哪怕是在这个投票当中投弃权票的国家 也会被俄罗斯认定为不友好国家 我们知道现在如果你是俄罗斯的不友好国家的话 情况会很严重 因为你在俄罗斯购买某些东西 可能你只能用卢布来结算 所以拉夫罗夫当时警告联合国大会成员国说 如果你们在有关俄罗斯是否要被赶出人权理事会 这个议题上投票 你哪怕投这个弃权票 俄罗斯也会把你列入不友好国家的名单 拉夫罗夫讲这么强硬的讲话 他似乎想在投票前给所有的国家施加压力 那么希望如果投票的结果是 大部分国家反对把俄罗斯在人权理事会停权 那么这是俄罗斯外交上的一次重大的胜利 因为说明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是站在俄罗斯的一边 但是我想拉夫罗夫讲这话之前 我不知道他对这个国际局势的认知是怎么样 最起码以我这个媒体人 我都不会判断出全世界所有的联合共产员国 在这个时候站在俄罗斯的一边 你看欧洲乃至世界各国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州的 制裁措施你就知道 不可能在这个大会上靠你一句话 靠你把这些国家标签为不友好国家 以后买你的鱼籽酱要花这个卢布 你就可以让这些国家在这个议题上投下反对票 果然等投票的时候 90多个国家投下了赞成票 50多个国家投了弃权票 或者是没有投票 那么只有30多个国家投了这个反对票 在这种情况下 俄罗斯的这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资格就被暂停了 那么这个结果出来了 好了拉夫罗夫你之前讲过了 投弃权票的国家 我们就不要说那些投赞成票的国家了 投弃权票的国家 你都把它标签为这个俄罗斯不友好的国家 那么接下来 你是不是要做出一个名单 就是所谓的对俄罗斯不友好的国家名单 那么这里边50多个弃权的加90多个赞成的 光这里就将会有150个国家 是俄罗斯不友好的国家 如果作为一个领土面积这么大的国家 你在联合国里边有150多个国家 是对你不友好的国家 那你还在联合国还混什么 后来呢 拉夫罗夫就给自己一个下台阶 他说呢 他理解在这个议题上 很多国家受到了西方国家的这个压力 所以他们被迫投下了赞成票 俄罗斯对这个投赞成票的国家不会计较 从投弃权票都是敌对国家 到现在投赞成票 俄罗斯也理解 很明显 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有了非常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就是 他们不再敢用强硬的态度 让自己在国际上更加孤立了 除此之外 拉夫罗夫对于这个俄乌双方的谈判结果的评价 也看出俄罗斯现在的外交政策正在软化当中 为什么呢 因为俄乌双方在战争开始之后 就一直在进行所谓的和谈 俄罗斯开出的条件有很多 什么乌克兰中立化 什么乌克兰放弃 这个加入北约啊 还有乌克兰 要在这个国内把俄语定为官方语言啊 等等 反正当时俄罗斯提出的条件十分强硬 而乌克兰呢 当时在战况不利的情况下 也耐着性子派出了自己的和谈代表 先到这个白俄罗斯 后来到土耳其 不断的跟俄罗斯的谈判代表进行谈判 那么现在啊 拉夫罗夫怎么认为这个谈判的进展呢 拉夫罗夫说啊 在这个上个礼拜 乌克兰的代表提出了俄乌和谈协议的条文 这个条文当中有不可接受的条件 那么大家应该可以想象到 这个谈判的这个条款当中 有不可接受的条件是指什么呢 俄罗斯根本就不会接受这个谈判的和谈条件 那么如果俄罗斯对这个乌克兰提出的和谈条件 完全不可能接受的话 那么还继续要谈下去吗 拉夫罗夫说要 还要继续谈下去 为什么呢 因为拉夫罗夫说 现在乌克兰方面为什么提出这些不可接受的条件呢 因为是受到了一些西方国家 特别是美国的压力 美国一直在阻挠俄乌双方谈判 拉夫罗夫还呼吁乌克兰方面 要有自己独立的外交政策 不要受他国的影响 讲到这里啊 我觉得这个俄罗斯的外交部 或者是克里姆林公的决策层啊 最近真是非常搞笑 类似的呼吁啊 他不但向乌克兰说 还向欧洲国家说 说你们不要受这个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欧洲要有自己独立的外交政策 所谓欧洲要有自己独立的外交政策 讲的核心就是不要跟着美国跑 但是问题是 你把这个炮弹打到了欧洲的家门口 你把乌克兰整个国土都变成了一个战场 你指望乌克兰还跟你跑 不跟美国跑 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这种呼吁啊 本身就是很可笑的 你已经准备把人家国家吞并了 你还让别人跟你跑 那么直接投降 那是不是有你要求的这个最好谈判结果呢 虽然说乌克兰向这个俄罗斯提出了 令俄罗斯觉得不可接受的和谈条件 但是拉夫罗夫还要说 我们还是希望继续谈下去 谈判让这场战争结束 并且呢 为了让这个谈判有进一步的进展 拉夫罗夫还开出了一个条件 说我们接下来会给这个谈判 创造更加宽松的条件 什么叫更加宽松的条件呢 因为之前可以说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进攻是排山倒海的 令到乌克兰基本上大半个国家都变成了战场 那么现在拉夫罗夫所说的宽松条件是什么 并且这个宽松条件 有没有在乌克兰战场上出现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坡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坡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坡 我们继续讲新闻 我们上一节说俄乌战争进行到现在 俄罗斯败局已定 其实这个结论修杰早就已经下了 因为我之前一直认为俄罗斯不会入侵乌克兰 理由就是我实在看不出俄罗斯进攻乌克兰 对于他们来说有什么胜利的前景可言 当然现在还是有些个别的听众认为俄罗斯必胜 那么我想这些听众应该是受到了一些大陆媒体的影响 大陆媒体在报道俄国战争的时候 有关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事 他们通常报道都对俄罗斯有利 但是战场实际的情况 往往这些媒体没有报道 如果你只依赖中国大陆的一些媒体来获取这些新闻资讯的话 你的印象就是俄罗斯在节节胜利 其实节节胜利早就不存在了 俄罗斯现在已经从基辅附近撤军了 当然这场战争并不代表完结 上一节我们说无论是克里姆尼公的发言人 还是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 最近态度都有软化 拉夫罗夫特别说了 虽然乌克兰提出的所谓和谈条件当中有不可接受的条文 但是俄罗斯还是厌喻继续谈判 并且俄罗斯还会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 那么拉夫罗夫口中这个所谓的宽松环境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作为交战的两国 如果要和谈的话 最宽松的环境就是停火 俄罗斯方面有打算停火来跟乌克兰谈判吗 讲到这个和谈 其实乌克兰的态度也很积极 比如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 他还是时刻准备跟俄罗斯进行谈判 因为发生了复查阵大屠杀事件之后 俄乌两国的谈判代表就停止了工作 泽连斯基说 他仍准备与俄罗斯进行谈判换取和平 但是他说我不幸的看到在乌克兰东部 俄军正在集结 俄军还在准备占领我们一部分的领土 我想他指的就是顿尼茨克地区 或者卢堪斯克地区 那么而乌克兰代表政府去谈判的代表 叫波多利亚克 波多利亚克是泽连斯基的顾问 波多利亚克最近在讲到谈判的时候 波多利亚克就讲得更加清晰了 他说在这场战争当中 乌克兰非赢不可 这个所谓的赢就包括顿巴斯地区的战役 他说唯有这样乌克兰才会拥有更强而有力的谈判立场 接下来乌克兰总统跟这个俄罗斯总统才会有机会见面 他说这个时间可能要花两到三周 我们看一方面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说我们还是准备谈判 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俄军正在乌东地区正在集结 那么预示着这个地区将会有一场大战 既然有大战嘛 那么这个和谈当然就不会是一个好的时机 乌克兰现在主要的工作是要把乌东这场战役给打好 而他的顾问呢讲得更加清楚 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在乌东地区战胜 我们接下来才会跟俄罗斯谈判 所以拉夫罗夫所说的这个宽松的环境是不存在的 因为乌东要打一场大战 似乎现在所有人都这么认为了 做出这个判断啊有几个理据 第一个理据呢就是从乌克兰其他地方撤到白俄罗斯的俄罗斯军队 正在向乌东地区聚集 这里边就包括了俄罗斯的第64机动步兵旅 就是那个在布查发生大屠杀的这个所谓布查屠夫 这个步兵旅啊也被调到了乌东战场 那么另外呢 根据美国公布的卫星影像显示啊 现在俄国正有一列车队 从乌克兰的哈尔克夫地区正在向南行驶 这个车队长达13公里 那么它由这个几百辆车辆组成 包括了装甲车坦克还有火炮等等 而现在乌东地区的一些城市的乌克兰官员啊 已经呼吁当地的居民尽早撤离 因为一场大战马上就要爆发了 英国的一些专家甚至指出说 在这个乌东地区啊 俄罗斯的军事优势要比在基辅附近更加大 因为他们有完善的防空系统 所以制空权方面呢 俄罗斯有更大的优势 那么今后在这里打这场大战啊 可能乌克兰军队将会面临更大的压力 那么在乌东地区真是会打一场大战吗 我个人觉得一定会 为什么呢 我觉得有几个理据 首先我们看普京刚刚更换了 他在这个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总司令 这个人呢叫德沃尼克 德沃尼克有一个外号叫叙利亚屠夫 据说这个德沃尼克当年就曾经指挥过俄军 在叙利亚帮助阿萨德政府军去镇压这个反政府的武装 那么他镇压的手段呢 就四个字极其残酷 包括对平民的这个无辜屠杀 这是他在叙利亚就已经干过的事情 这个叙利亚屠夫德沃尼克 据说在他指挥俄军帮助叙利亚政府军过程当中啊 有五千多平民被屠杀 那么这个数字肯定比现在乌克兰已经发现的被屠杀的平民数字要大得多 所以他有个外号叫叙利亚屠夫 那么现在这个叙利亚屠夫会不会变成乌克兰屠夫呢 我个人觉得概率非常大 因为普京现在更换了一位这样的屠夫称号的军人去当总司令的话 这说明普京接下来一定会在乌东地区用更加猛烈的军事攻势 试图获得他的胜利 而普京啊真是太需要一场胜利了 本来普京宣布说5月9号就是当年二战的时候 纳粹德国向苏联投降的日子 他要宣布乌克兰战争和胜利 但是现在普京手头有什么可以宣布胜利呢 本来这个宣布胜利最好的标志就是攻下乌克兰的首都基辅 现在不要说攻基辅了 俄军已经从基辅周边撤退了 并且在撤退之后啊 还发现了这个布查阵以及其他的一些周边城市大屠杀 我之前也讲过了 这种所谓针对乌克兰平民的大屠杀的事件啊 在俄罗斯军队撤军过程当中还会有更多的发现 而这个发现俄军屠杀平民啊 对这场战争对整个世界格局的影响都会十分重大 所以现在普京换了一个总司令 那么接下来在乌东地区一定会有更残酷的战斗 普京需要这个胜利 并且他还要需要一个胜利的一个最后的时间点 是在5月9号 因为普京已经说了 他要在5月9号宣布对乌克兰战士的这个胜利 怎么胜利呢 不能够攻下基辅 只剩下一个了 就是要把这个乌东地区给彻底完全的占领 其实独裁者都有一个共同的行为特征 这个共同的行为特征就是独裁者在他这个执政过程当中 一定要不断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如果有一段事情证明他不是正确的 那么这对独裁统治一定会形成非常大的威胁 所以任何一个独裁者 他们的共同行为特征就是一定要不断证明自己所说的一切 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哪怕他所做的一切受到了众人的反对 他都要做下去 因为他要证明这是正确的 所以普京现在太需要一个胜利了 这个胜利就是要把他已经承认的顿涅茨克跟卢干茨克 这两个所谓的有法律独立地位的共和国 要变成俄罗斯的一部分 之前俄罗斯的杜马已经承认了这两个地方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 那么大家不要以为俄罗斯承认这两个地方是独立的共和国 这两个地方将会变成一个主权国家 肯定不会 俄罗斯接下来这些所谓的共和国将会变成俄罗斯的加盟共和国 在俄罗斯人看来 在普京看来 这就是俄罗斯领土的一部分 因为过去的苏联就是由各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 最近我看到大陆一个媒体还特别打出了这样一个标题 说这个国家急于加入俄罗斯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 你看起来是不是觉得非常的魔幻 现在俄乌战争正在进行当中 全世界都在反对俄罗斯入行乌克兰 而有一个国家居然想在这个时候加入俄罗斯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 这个国家叫什么呢 叫南奥赛提 南奥赛提这个国家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过去我们讲过的俄罗斯跟格鲁基亚的战争 就是因为这个南奥赛提引起的 南奥赛提同样跟俄罗斯眼中的卢干赤克跟这个顿涅茨克一样 他的居民当中有很多是俄罗斯族人 所以在俄罗斯的鼓动之下呢 当地有很多俄罗斯人呢 就说我们是俄罗斯人 我们要回哥俄罗斯 所以呢 这就是当年俄罗斯跟格鲁基亚爆发战争的原因 这个所谓的南奥赛提跟这个卢干斯克一样 都是当地的一个武装割据政权 但是除了俄罗斯之外 没有人承认它是一个合法的主权独立国家 那么现在这个所谓的南奥赛提共和国 有人想加入俄罗斯 这就不奇怪了 因为他就是一帮俄罗斯人的武装割据政权 而现在俄罗斯因为在乌克兰的战事不利 他必须要把顿涅茨克 卢干赤克 或者是更多的乌冬的地方 划入自己版图 这才能够让普京在5月9号 有一个宣布自己这场军事行动胜利的理由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俄罗斯要调集大军到乌冬的原因 因为普京在5月9号之前需要一个胜利 如果没有这个胜利的话 这个独裁者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正确的 这一点上就会在俄罗斯内部受到了质疑 而乌克兰的目标是什么呢 乌克兰现在有关结束这场战争的条件 已经十分明确了 就是要把俄罗斯军队从乌冬地区赶出去 乌冬地区的武装割据政权 怎么样以后怎么样处理 这是乌克兰内部的事情 但是把俄罗斯军队赶出去 这是乌克兰已经设定的既定目标 其实这也是欧洲国家跟美国给乌克兰设定的目标 那么既然一个要占领这个地方 一个要把俄罗斯军队赶出去 那么这场大战恐怕就不可避免了 好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讲新闻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上节我们说一方面俄乌双方都说愿意谈判 并且俄罗斯的态度有所软化 但是乌冬还是难免会一场大战 因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太需要一场胜利了 并且如果乌冬打不胜的话 乌南就无从谈起了 我们知道乌南有很多在俄罗斯眼里面 十分关键的城市 比如说我们熟知的赫尔松 还有乌克兰的港口城市奥德萨 这都是俄罗斯军队想占领的 并且赫尔松现在已经被俄罗斯军队大部分占领了 为什么说乌冬不赢的话 乌南就无从谈起呢 因为现在如果乌冬俄罗斯军队被赶走的话 那么乌克兰军队就可以对乌南被俄军占领 或者正在进攻的城市形成一个包围圈 那么这部分的俄军恐怕命运就堪忧了 而俄罗斯为什么一定要拿下乌南呢 因为我们知道2014年俄罗斯夺取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 这个克里米亚半岛已是俄罗斯的囊中之物 只不过俄罗斯是贪心不足 蛇吞象 想把整个乌克兰都占领 所以才会有这场入侵乌克兰战争 但是如果现在不能够占领乌东 不能够占领乌克兰南部一些城市的话 这个克里米亚半岛跟俄罗斯之间的连结就显得十分脆弱 那么有一天乌克兰军队强大之后要重夺克里米亚半岛 俄罗斯就会在战略上没有太多的优势 并且现在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援助 已经令到俄罗斯的海军没有什么太多的优势了 所以如果能够把乌南地区的一些重要城市 包括这个赫尔松给彻底占领的话 这就保证了以后乌东地区就只被俄军占领的地区 跟这个克里米亚半岛之间联系 这个从军事上到经济上都会有非常大的意义 所以在乌东战场上能不能夺取这次胜利会影响到 俄罗斯今后会不会稳固的占领克里米亚半岛 俄罗斯在历史上所有他侵占的领土 几乎没有重新吐出来的 所以现在普京对这个克里米亚半岛将来不会吐出来 十分重视乌东这场战争就非打不可 而乌克兰现在不但要把俄罗斯军队从乌东赶出去 赶出去之后呢 我们看泽连斯基最近的讲话十分清楚 克里米亚半岛也再也不是过去所说的 可以不提了 一定要提 要夺回克里米亚半岛会成为俄乌之间下一个 乌克兰要达到的战略目标 那么讲到这里啊 可能有些听众会问 这个乌克兰本来不想打这场仗 那么现在战争已经开打了 如果要尽快结束这场战争的话呢 无论是对欧洲对全世界都有好处 毕竟疫情之下经济刚刚开始复苏 这场战争啊 已经给全世界带来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那么为什么不做一点退让 让这场战争尽早结束呢 这个所谓的退让啊 就是乌东怎么样 我们另说 最起码你不要在克里米亚半岛问题上 再挑起新的这个争端 就是不要挑衅俄罗斯 这是在网络社群上 我看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 就是赶快稀释宁人 其实这场战争开打之前 克里米亚半岛已经被占领了七年了 很快就被占领八年甚至十年了 那么何必再提这个问题呢 这里啊 其实我要说的是 本身乌克兰总统哲联斯基 他对克里米亚半岛并没有太高的期待 毕竟被占领了 毕竟这个克里米亚半岛是属于俄罗斯 还是属于乌克兰呢 这一点上是有争议的 但是我要说的是 今天克里米亚半岛是属于乌克兰 还是属于俄罗斯 再也不是个领土问题了 它变成了西方世界跟俄罗斯之间 你死我活的一个斗争的一个焦点呢 为什么说这个小小的克里米亚半岛 会成为这个焦点呢 克里米亚半岛最大的作用 是可以带来和平 也可以带来战争 如果乌克兰退让了 或许普京还能保持一点面子 如果克里米亚半岛乌克兰寸土不让 那么这就令到普京必须跟乌克兰 必须跟西方世界对峙下去 为什么会这样看呢 我们这样来看这场俄乌战争 现在俄罗斯的状况是一头受伤的狼 这个狼呢 本来以为邻居很好欺负 一口下去可以把邻居吞掉 但是呢 不但没有把邻居吞下来 在这个欧洲的支持下 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抵抗 导致了俄罗斯变成了一只受伤的狼 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分析一下 西方国家包括北约 欧盟啊 美国啊 这些国家怎么看待这只受伤的狼呢 对一只受伤的恶狼 无非有两个做法 一个呢 就是放他回去 反正他受伤了 一段时期之内呢 不会伤害到我 我就放他回去 但是啊 这只狼养好伤之后 他下次会不会卷土重来 再来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导致全世界陷入危机呢 这种可能性是一定存在的 并且以一个独裁者的个性 或者他的行事方式啊 他一定会卷土重来 因为我们刚讲了 独裁者的行为特征 就是要不断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那么如果不把这个恶狼 放回去养伤的话 接下来你只有一个选择 就是彻底打垮他 彻底打垮他 我说的并不是说 北约或者是欧洲国家 要把俄罗斯消灭 是要把普京这个人给消除掉 这就是拜登之前所说的 看在上帝的份上 不要再让这个人掌权了 所以俄罗斯总统普京 成了这个恶狼会变成狼 还是慢慢会变成一个 比较友善的动物的一个标准 那么普京的命运呢 就在西方国家看来 必须利用这场战争来决定它 那么这场战争 如果能够把普京这个独裁者消灭了 那么西方国家就有机会改造俄罗斯 把俄罗斯改造成一个 对西方的国防安全威胁 不是这么大的国家 这才是西方国家要达到的目的 特别是欧洲国家要达到的目的 那么何以见得呢 其实我们看最近英国首相约翰逊 突然访问乌克兰 约翰逊访问乌克兰 其实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意义在 为什么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呢 这里边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 他表示了英国对这个乌克兰 抵抗俄罗斯的战争 一定会支持到底 看起来好像英国首相访问乌克兰 并没有给乌克兰太多的援助 总共也就是一亿英镑 大概是一亿多美金的这个武器 但是这些武器都是至关重要的 战车可能影响不大 但是那个星光导弹系统 影响是非常大的 星光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军队的杀伤力相当大 英国虽然只给了一亿多的英镑的武器资源 但是这代表了英国援助乌克兰 达到战略目标的决心是非常大的 这是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 英国在援助乌克兰这个问题上 表现的特别积极 这也体现了今后世界格局的变化 我们知道全球一体化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 欧盟成立之后 这个全球一体化在很多人看来是个美好的世界 我们变成了一个地球村 今后大家就会在这个地球村里边 共同和谐的愉快的生活 但是很明显近十年来 这个全球一体化的乌托邦的美好的梦想被彻底打破了 这个除了讲到美中之间的对抗 要大家争一争谁是这个世界的老大之外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 也让大家看到如果以这种全球一体化的生产供应链 在这个地球上一旦出现像这个新冠肺炎 这种大规模的疫情或者是战争的话 全球一体化当中所建立的供应链将会彻底被破坏 而这个供应链对各国经济造成的影响 不说是毁灭性的 也是伤筋动骨的 那么所以全球一体化真是还能走下去吗 特别是这场俄乌战争啊 令到欧洲产生了分裂 而这个全球一体化当然也会受到这个分裂的影响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聊 这场战争继续下去 对环球格局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上节我们说英国首相访问乌克兰 这里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这个意义呢有两个层面 一个是表达了英国坚定的支持乌克兰 要把俄军全部赶出乌克兰领土 再有一个呢 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之下 因为受到新冠肺炎的疫情的影响 美中关系的影响 再受到这次战争的影响 让全世界都看到了这个全球一体化 未来十分堪忧的前景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未来整个环球政治的格局 就要重新塑造 我们知道在欧洲最大的多边组织 就是那个四不像的欧盟 当年英国为什么要通过两次公投 决定退出欧盟呢 就是英国看到了 在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前景当中 这是一条死路 根本就走不下去的 如果再这样走下去的话 英国的经济将会受到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英国大部分的民众才投票 决定要退出欧盟 英国退出欧盟之后呢 似乎在这个德国法国的控制之下 欧洲国家 特别是在欧盟圈里面的国家 跟英国无论是在经贸上 还是正常的这个外交来往上 都不会有太大的关系 因为这些国家都受德法的控制 那么这个时候 英国就要考虑如何重新建立 他在国际上的这个影响 重新建立他在国际上的地位 这就是让我们看到 当时的英国首相约翰逊 跟美国总统川普两个人 试图建立一个美英之间新的关系 一个所谓的新的太平洋宪章 就是在那种情况下诞生的 但是只有英美两国 在这个外交上结盟 这似乎并不能对欧洲 带来很大的影响 但是这次俄乌战争 彻底打破了这个局面 在俄乌战争过程当中啊 欧盟对乌克兰的援助 有不同的态度 这里边既有这个奥地利 坚决不援助 也有这个德法两国想援助 但是又缩手缩脚 也有这些东欧国家 对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坚决反对 对乌克兰坚决援助 那么这些对乌克兰 坚决支持的国家 就跟美国英国站在了一起 这里边我们看到 有波兰啊 捷克啊 还有斯洛伐克啊 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 还有波罗的海三国 这些国家坚定的 跟美国站在一起 跟乌克兰站在一起 我们刚讲了 英国不断的向乌克兰 提供援助 而德国呢 德国的态度啊 一直摇摆不定 德国现在也对乌克兰 有军事援助 但是呢 乌克兰总统 泽南斯基很明显的 不但对德国不满 对法国也不满 现在德国的 国防部长对外说什么呢 他说德国能够援助 给乌克兰的武器 已经用尽了 我们武器库里边 已经没有武器了 但是呢 同时呢 国防部长也好 还是德国总理 舒适也好 他说我们还会继续援助 乌克兰 不过今后援助 给乌克兰的武器呢 是从这个供应商里边 直接提供了 德国这个说法 无论怎么讲 他都是对援助乌克兰 是有所保留的 说德国的武器库里边 没有武器 其实这也印证了 当年川普 为什么一定要让德国 把他的这个 北约的经费 提高到这个GDP的2% 德国现在国防 是不是有一定的空虚 肯定是 但是是不是代表 德国对乌克兰 已经没有援助的能力呢 当然不是 讲到这个对乌克兰援助 德法两国 也在这次援助当中 让我们看到 十分微妙的矛盾 比如说德国对乌克兰 是给予军事援助 开始是给一些什么钢盔 后来发展到给武器 但是呢 法国对乌克兰 提供的这个武器援助 却很少 反过来 法国对这个禁止 俄罗斯的能源产品出口呢 态度却十分积极 因为对俄罗斯能源 依赖最深的是德国 如果真是能够禁止 俄罗斯的这个能源产品 供给欧洲的话 受到影响最大的 还是德国 那么法国肯定 在未来欧洲国家的经济发展 跟这个影响力方面 就能够利用这个机会 战胜德国 我们从这些细微的变化 就可以看到在欧盟内部 光是一个对乌克兰援助的问题 就有不同的外交政策 不同的态度 这些外交政策和态度 无一不是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 德法两国呢 是出于今后 谁能够在欧洲称霸的考虑 英国看准了这个机会 我不是退出了欧盟吗 你们不是团结起来来对抗我吗 包括在关税问题上 在经济政策问题上 你们都想压迫英国 要向欧盟屈服吗 这个时候英国就用自己积极的权力的援助乌克兰 在欧洲重新建立了自己的影响力 德法两国固然不想英国在这个事情上有太多的作为 但是英国现在这样做 最起码在我们刚刚说的坚定援助乌克兰的东欧国家 中欧国家当中建立了自己的影响力 今后这些国家 包括我们刚讲的波兰 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 波罗的海三国 这些国家 你说他今后会相信英国多一点 还是相信德国和法国多一点呢 这个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这里边还有美国的作用 我们说了乌克兰为什么一定要把乌东这场战争打下去 一定要把俄罗斯军队赶出乌克兰的领土 这背后一定有美国的影响 美国也想利用这场战争 首先在欧洲要把这个德法两国称霸欧洲的美梦给打破 之前我们讲过川普年代为什么跟欧盟发生了这么大的矛盾 其实说穿了就是德法两国想把美国的影响力赶出欧洲 赶出欧洲之后德法两国谁能称霸欧洲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但是把美国赶出去是这两个国家共同的目标 现在对乌克兰的援助问题 令到很多欧洲国家看到了德法两国的嘴脸 虽然德国有所改变 因为德国跟俄罗斯也是一个世仇的国家 但是毕竟当初如果不是默克尔政策的话 不会令到欧洲对俄罗斯的能源产品有这么大的依赖 不会令到俄罗斯这么有底气在进攻乌克兰的时候 他笃定欧洲不会全面援助乌克兰 虽然这个最终援助乌克兰的结局啊 令普京想不到 但是最起码德法两国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 在禁止俄罗斯的传统能源出口问题上是说手说脚的 这也是当年德国的外交政策所决定的一个结局 这就是英国首相约翰逊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到乌克兰访问的原因 很明显在对待俄乌战争的这个外交政策上 美国跟英国是更加一致 这个外交政策就是乌克兰战争必须打下去 如果把这个俄国军队从乌东地区赶走 那么普京何来的5月9号可以宣布胜利呢 赶走之后这场战争就完了吗 没有 美国英国这些国家一定会让乌克兰在克里米亚半岛问题上 坚持自己的外交立场 利用克里米亚半岛问题再次挑起俄乌之间的这个对峙 最起码是对峙 有没有发生战争 这是另外一回事 只要这个对峙在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这个所谓的制裁 就不可能解除 那么如果能让普京下台固然更好 哪怕普京不下台 因为对俄罗斯的制裁依然存在 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 这个制裁会让俄罗斯的经济倒退30年 30年前俄罗斯有本事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 有本事威胁到欧洲的安全吗 当然不会 所以这才是美国的目标 这个目标当然在一定程度上 欧盟北约国家都会支持 支持的力度是不一样的 而美国英国也正式利用这个支持的力度不一样 让欧盟的内部产生更多的矛盾 更多的分裂 这个分裂跟矛盾 让美国跟英国都可以重拾 他们在欧洲大陆外交政策的影响力 这才是美英两国最重要的战略目标 所以俄乌战争一定会继续下去 在乌冬地区一定会爆发一场更加大的武装冲突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明天同样时间 我们继续跟大家讲新闻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